第四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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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防弹少年團》上個月帶著夏日單曲Butter回歸中毒性的旋律 讓MV上架不到一天就衝破一億人次觀看 成績相當驚人 而近日有消息指出他們將在日本CDTV節目演出新曲Butter 消息一出立刻引發韓國網友們持證反兩派的意見 有網友表示去年大門的亞洲出放送 也是先在日本播出韓國則是等到年末舞台 為什麼就不先在韓國演出呢 但也有網友表示有舞台可以看就夠了一定會準時收看 紛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呢